二三八八剛才有提過 其實如果你說香港銀行股 選一些比較本地化一點點 我老心都想問 其實二三八八他之前都買過 他本來都是想著等三十元 後來看他不移動 他二十七元已經止蝕離場 他都相對高位賣 如果這樣說 他說現在又回到三十元附近 可不可以部署再進入 我自己覺得這一陣金融股 有一點美聲的感覺 因為我會這樣說 現在你搏進去的話 當然我覺得你當是momentum的操作 因為其實他之前兩年的頂位 就是大概二十八至三十元 你買進去的話 純粹真的當是momentum好一點 因為其實我之前說的那些故事 或者因素 其實現在已經發酵了起碼七成了 因為我那時候是說 香港有一個high board 這個季節性效應 通常農曆前後就開始沒有了 所以你當是momentum這樣先追著 暫時我看不到有什麼新的基本因素 可以告訴你 那你就設定房子位置 就是二十八元附近 如果這個你當純粹momentum技術分析的目標去量度 那你真的上面都應該還有幾元水平的 但是他如果跟三九八八怎樣選擇 就是二十八八和三九八八比的話 不同 始終整個環境不同 始終內地 你說之前炒放水的那些又已經炒了 我覺得農曆年後回來 大家都是會看回究竟那個債務上面 究竟資金鏈的情況 那個經濟動力有沒有 那個其實對於內銀的影響會大一些 所以我真的要二選一 可能暫時比較看得通一些的 就是二三八八